我现在正在去上夜班的路上 因为家里人担心我上下夜班开车不安全 然后爸爸决定开车送我 也是挺辛苦的 到医院了 拜拜 拜拜 急着生气啊 好 急着拿点 好好好拜拜 一会儿个楼上小心啊拜拜 我们科室大概是从1月6、7号开始 接受此次疫情患者的 现在的我也是全副武装 我们进去吧 那个时候科室也是宁危寿命 整个科室被临时改造成隔离病房 现在是凌晨5点 然后我刚刚从隔离病房和同事换班出来 所以现在给大家录一下 可以看到我脸上的这个还有额头上的印记 都是因为长时间佩戴口罩还有护目镜 以及面罩防护服的帽子给压出来的 这个印记 这个印记 估计被好一段时间才能消散 这是病人的 这个是病人的早餐 是有稀饭 然后还有包子 馒头 还有鸡蛋 然后现在我们是要为了避免一个污染 所以说我们是开始了这样一种传递的方式 下夜班的同事正在吃早餐 这都是食堂给职工免费提供的 16床病毒性肺炎 20床病毒性病毒性病人 患得于昨日下午16点31分不入病房 据我了解 现在我们医院已经收治了80余名确诊的患者 然后至于出院的也有了10余名 我们这个手套我们一般是戴三层手套 然后上面是薄薄的洗手液 我们不戴眼睛应该还好吧 快就不容易起雾 对 其实穿着这个隔离衣是非常闷热的 因为它密不透风 而且我们一穿经常就是三四个小时 看一下我的包子里面 包出来包出来 你这一套杯的是什么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一套杯的叫做旅客 它是一个电动轰松 冲洗破浴制造呼吸保护系统 然后我看一下那个46层 那我得是三开球后的血 我们对奖机就是用来和外面护士带领 以及医生联系 准备进去了 然后病人的出院 满满的一颗 旁边我们都是有做标识的 就是核酸性的阳性的病人 我们是放在一边的 然后这个门我们是都是反锁的 所以病人的活动区域仅仅是在病房 它是不能到这个手廊上去的 你觉得戴着三层手套 这个针好打吗 非常不好打 不过你还是一针进去了 技术很不错哟 您今天感觉怎么样呀 我今天感觉的比一天比一天好 那说明我们这个治疗还是挺有效果的 好的 那您好好休息 有什么问题就随时跟我们反应 好不好 是 看到出院全医的患者 我的内心是格外的开心的 我觉得就算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我们会好的 一切肥肥天使